如果真的沽出了科技股 那也是想辞回一些課 那你會有什麼建議呢? 就是下半年的投資策略 我們因為覺得 其實所有東西都要轉身快 所以這一刻我如果說 下半年 就是現在七月後 下半年看什麼 很多平時我們會做這些展望 給大家一個想法 但我會給大家一個想法 今年第一方面很多東西要轉身快 這一刻就在炒一些舊經濟復甦 很多航運股那些全部都是強勢 我覺得如果你在這一刻 手頭上沒有這些很強勢 明顯地追蹤的 例如航運股 綠色能源發電的相關股份電力股 這兩個是一個典型 今年上半年來講的一個強勢辦法 手頭上沒有的 我們仍然會覺得 可能將資金放回一點點下去 起碼它再升上去 你能夾出升幅 特別說這些股份 很多機會發營起 又或者不發營起 中期業績也會預料有一個很強勁的表現 選擇一些航運股 碳中和那些電力股上面 綠色能源發電的股份 風電、太陽能這些 OK的 沒問題 買回你的 但是你又要留意這些行業 很看政策 很看周期性 它們也都升了很多上來 萬一好像二月初那段時候 看到一些科技股 有些明顯轉勢的狀況 高位開始回落了 整個聲勢打破了 你又要轉身快的 所以如果你要去買什麼 1919或2343這兩隻航運股 我都覺得首選來的 你估計科技股 如果你又沒有這些股份 先買這些股份 靠這些股份上追回那些跌幅 普遍來說 我覺得存在升幅 可能還有兩、三星左右 但是要留意1919 可能短線 最近先留意有一個 隨正因素 準備送紅股 股價格突然會跌回很多 我會建議隨正後再去買 但是2343這些 七月底就出業績了 亦都要看公司以往的 歷史數據上顯示 公司不興發營起 可能真的要拿一段時間 直接等到月底那段時間 最好的策略就是分住級 這些始終真的升了很多強勢股 最簡單的方法是分幾桌去買 但是如果你不想做那麼多 這些位置開始做部署 做中線自由都可以的 但是整個下半年策略上 很多東西轉身發 但是暫時來說 如果這些東西沒有太大變動的話 圍繞著主題 我們覺得都是碳中和 接著還有說經濟復素 一些通脹主題 而通脹主題就是說 航運是其中一樣 其餘的就是有色金屬等等 我們覺得還是可以留意 所以就看看你買不買中一些主題 而在主題上找一些當炒版法 譬如說 其中今年一些強勢 就好像醫美概念 你仍然可以去留意 但是這些就要轉身快 因為都不敢很肯定 但是現在這一刻肯定是強勢 今年應該都還有機會 我覺得就是在說 綠色能源 碳中和的概念上面 還有航運這兩個是比較核心的 但是你說近期的 好像這一兩個星期 開始當成紫页股 或者科學士的股份上面 我覺得都是可以留意 所以有些東西變得很快 而短線來說 不要說下半年才 我們覺得看第三季 第三季的焦點暫時說 一定是圍繞著一些型氣 真正正受惠到 疫情後復甦的概念股 會相對比較直接 老陪與艾爾湯